Hello大家好 今天又做一支中文的影片 主要是给大家分享一下 有关于学习英文的问题 因为很多人会问我 你英语说的不错啊 然后你有没有什么学英文的技巧 那我就想说就做一个影片来给大家分享一下 那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英文还是任何的语言 其实有一个共通的之处呢 就是语言这种东西本来就是拿来用的嘛 就像我们说中文也是为了communication 也是为了交流为了拿来用的 所以其实语言最重要的东西就是运用 那我觉得其实很多普遍的中国的学生啊 存在的问题就是很会写很会读 但是就是比较不会说 那所以今天呢 这支影片就会特别给大家分享一下 我练习英语的这一种方法吧 我觉得现在其实很多中国的学校也都有这样子的改革 就是学生基本很小的年纪就开始学英文 像我是从一年级就开始学英文 那是因为就是青岛市有一个特别的program 它叫双语教学 然后我们是从一年级就开始学英文 那其实学的东西呢 也都是很简单的绘画啊 hello啊这些的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老师上课一定会让你讲 所以每个同学都会有机会去练习英语的绘画 那我觉得英语这种东西 不管是你学英语也好 还是现在你在学法语的语 就任何语言都好 最重要的呢就是练习 那练习呢有几种方法 第一种呢就是练听力 因为首先你要听得懂 然后你懂了以后才可以交流嘛 所以我觉得听力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 那我以前比较小的时候是会听那种卡带 那现在大家应该都是比较会用CD啊或者什么之类的 那就是我以前是听卡带 然后听什么Marsa的故事 他有听过这些吗 这很老 但是听一些乱七八糟的也OK的 就是听故事啊或者是听你喜欢的topic都是OK的 然后就是你只要是把自己的兴趣培养出来 就听你感兴趣的东西 这样子你就慢慢会更加喜欢去更多的听英语 所以就是我其实很鼓励大家 比如说你喜欢看电影的 你就直接去看英文原版 其实这也是个很好的听练听力的方法 比如像哈利波特很多人都很喜欢Harry Potter 那你就可以去看英文的原版 然后你在看的时候就不要去看字幕 那你就可以练习你的听力 然后听不懂的时候再照着字幕看到底是什么意思 这样子其实很快听力就会往大提高 那我觉得看英文电影这是一个很好的方法 再就是我不知道现在中国这个节目还有没有再开 但是我记得以前中央九台有个节目叫做希望英语 叫Outlook English 那我觉得其实如果是就是大学以下吧 初高中生包括小学生其实都可以听 就可以看那个节目是每天好像六点半到七点还是怎样 大家可以去查查看 他都会有一个半小时的节目 然后都是有些时候是比赛 有些时候就是有一个topic 他会有的时候带你去旅游啊 有的时候又是什么美食啊 反正就是每天都会有不同的topic就对了 我觉得那个节目很好 不知道现在还有没有再开 然后也是非常好的练习听力的一个办法 那如果说你可以保证每天都看的话那你至少就有半小时的英文环境 我以前我那个节目是是有看好像有两年吧 然后我觉得还蛮喜欢的 后来我还去参加了他在青岛市举办的希望英语口语大赛 是有拿奖了 有拿一等奖 但是很久以前的事情是初中熟的事情了 但我觉得这就是培养兴趣的一个过程嘛 因为有的时候他讲的一些topic真的还蛮有趣的 那第三个途径呢就是去参加英语沙龙 那我我不知道就是大家住的地方有没有这样子的环境 但是我记得以前青岛的SPR Coffee 然后它是一个coffee shop 但它每周三的晚上就会有一个English Corner 它就是会有个专门的salon 然后就邀请很多外国的朋友过来跟中国的人交流 然后他们就可以拿免费咖啡还是怎样 但是我觉得任何其实很多的中国的语言学校啊 都会有一些英语角的活动 我很建议大家去参加 因为就算是你一开始英语比较没有那么好的时候呢 那你也可以去听别人说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练听力的一个环境 总之就是多听多说一定会提高的 那听力的部分是这样子 那说的部分呢就需要更大的勇气 因为我觉得很多的时候大家都会觉得开口讲很难 因为比如说一开始讲的时候会有口音啊 然后会很怕别人笑话 但我觉得这种东西就是要 就是要 怎么说呢要克服自己心里的那种障碍 就是你自己要想说 你要开始说 你才会开始慢慢的改善 因为如果你永远都不说 那你就永远都不会提高 因为你不说出来 你就不知道你自己的问题在哪里 所以你也就没有办法进行改正 所以呢 有勇气更多的去说英语 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 像我 我记得我以前就是上课只要是我能读的课文 我一定会举手去读 我能够说的跟老师交流的对话 我一定会举手去参与 就是说 其实不用怕丢人 因为其实 就是大家都是在一个学习的过程 如果什么都会 什么都做得很好 那就不用学习了 对不对 所以其实不用害怕 就是别人会怎么样看你 就是你自己去多练 那慢慢的你的英语变得越来越好了 别人就会羡慕你了 对不对 那我记得我上高中的时候 学校还会邀请 比如说澳大利亚 或者是其他国家来的交换的同学 为我们组织一些English Corner的活动 我觉得这些大家都可以去很踊跃的去参加一下 然后就是可以跟他们聊一聊 就是聊你觉得好聊的东西 比如像我们当时有两个澳洲的学生 来我们学校访问 那我就很喜欢跟他们去聊 比如说澳洲的澳洲很有名的就是动物啊 什么考拉啊 袋鼠啊 然后我就会问他们 你有没有看过啊 他们好不好玩啊 那澳洲都有什么地方比较好玩啊 有没有什么好吃的 然后他们喜不喜欢中国啊 之类之类的 其实这些就是大家就是有点像聊架强的那种感觉 但是你从这个过程当中呢 就会学就会慢慢的口语就会开始越来越流利 然后你的口音的方面也会有一定的纠正 那纠正口音的方面呢 其实是听力和练习这两个同时进行才能够 在长时间的情况下才能够慢慢改善的 因为就像我们中国人就说中文每个地区都有不同的口音 那你要变换一个口音其实是需要一段时间的 那英语也是同样的道理 包括在美国你可以看到Northern 就是美国北部和美国南部的人 他的口音都是不一样的 所以口音的部分呢 大家一定要有耐心 因为他真的是慢慢的一步一步的才可以提高的 然后也有可能很多 就是你可能一两年两三年都很难完全的纠正 但是他一定会慢慢慢慢的会开始变得比较好一些 那最重要的就是大家要留心 就是听的时候听你自己说的和别人说的有什么区别 去纠正那些的口音 然后再就是你要踊跃的说出来 因为你说出来的时候你会听到你自己说的到底有什么问题 比如像很多人会分不清楚 很多人会说 但其实这是不对 很多人会说 很多人会说 very good very good 这些都是很经典的经文式的桥段 就很多人会在这些小的发音上面有一点点的问题 但其实这没有 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的 然后你说出来的时候呢 你在听别人说的 你觉得他为什么说的是very 那我说的是very 那你自己就会想 我怎么样把这个音给换过来 那自然的慢慢就会有提高 这就是听说的部分 其实我觉得呢 英语最重要的就是听说 比读写要重要很多 因为again 我觉得任何的语言都是以交流为重心的 所以最重要的是你会用啊 你只要会用 就是怕什么是不是 然后在读写的部分呢 读英文 其实我也是读得比较慢 因为我念书都会 就会念很久 但是相对于其他的 同样中国来的学生 我还是算的读得比较快的 那在读的部分呢 其实 有个小技巧 就是要学会 因为英语它其实有点boring 特别是你上课读的那种 比较structure 就是比较有结构的文章 它的结构基本都是一样的 因为每一段的第一句 一定是它的种心 这一段的种心 然后每一段最后一句 就大概会有一个conclusion kind of 就是一些结束语之类的 所以其实你读的时候 如果你真的需要非常快的时间 读一篇很长的文章 那其实抓的就是每一段的重点 就是你要看得出来 它这一段究竟在讲点什么 只要你把那个idea 把那个主旨 抓住了之后呢 其实其他细节的东西 都是ok的 很多时候大家可能觉得 比如说考试的时候 会读不完呢 是因为你真的读得太仔细了 比如说你读一句话 一个词不会 然后你就停在那里 好久好久都读过不去 其实你如果跳过去看 你再看下一句话 然后根据上下句 你其实有的时候就猜得出来 那个词是什么意思 所以很重要的就是 以一个比较宏观的 宏观的概念来看 一些文章 这样子可能对你阅读理解来讲 会来得比较快 而且会比较简单一点点 那最后呢 就是写作的部分 写作的部分其实我觉得很重要的 就是练习 真的是练习 写的越多 自然也就写的越好 我大一的时候有上一个 一个英文老师的课 他这个老师非常tough 他非常的难 是因为他对每个人的作文要求非常高 高到就是你一个词的用词哦 他都会跟你计较 所以我每篇作文都要改十几遍 再交上去都成绩都会不是很理想 所以经过这样子不断不断的练习之后呢 慢慢的 我发现我自己在用词啊 句型的使用啊等等上面 我都会非常的particular 就是我自己会对自己要求非常严格 自然写出来的文章也就 就整体的质量就会比较高一点 所以我觉得 其实有的时候 你可以写完一篇文章以后再反过来 就让别人来看你的文章 让他给你意见 然后你自己再看一点你自己的文章 你又会发现 一些地方其实真的废话太多了 或者是这个词用词 可以再改进一下 其实我觉得很建议大家就不要写一篇文章 然后换一个题目又写一篇文章 其实就是写一篇文章 然后同一篇文章 然后你反复的去改 反复的去改 然后你在这个修改的过程当中呢 就会发现其实自己 比如说写作上面出的问题 然后在这个修改的过程当中 其实就是一种提高 这是我自己练习的方法啦 其实我也不是说我自己是什么expert 或者怎样 都只是给大家分享我自己 学英文的经验 那可能如果你现在在学外语啊 说会什么的 会跟你 对你来讲可能是一个借鉴 也不是说大家就是 就是每个人都这样子 就一定会学的好 就是因为这种语言的东西嘛 其实真的有点因人而异 然后有些人可能本身的语言 语言的吸收能力就比较好 那有些人可能就稍微差一点 那这种东西真的其实 这种经验类的东西 都是根据自己学习的过程 而满满积累的 那只是给大家做一个分享 希望因为很多人问我这个问题 所以就是希望说能够帮得到大家 那如果大家还有什么这一类的问题 其实也不是说我自己就多么好 但是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 还是可以来问我 在下面问我 或者是到我的Facebook 我的脸书上面来问我都可以 好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英语学其实跟美妆比较没有关系 但是因为很多人问 所以想说跟大家分享一下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如果大家喜欢我的video的话 欢迎大家订阅好吗 可以来订阅我的频道 好的 谢谢大家的收看 那我们下次再见咯 拜拜